第四節例 翻譯 練字不是練的時間加數量 不是說我練了許多年 不是 整疊紙都練完了 不是 而是準確性的重複 即是你得其法 你要明白結構 不明白結構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的 寫得不理 寫多少字都是浪费功夫的 令到神髓 我想表现到这个字或者这句子 我这篇作品说些什么 你感觉到它 要用这样的字来演绎出来 用这样的字译来表达出来 用什么无私自通 要说偏笨那些是骗人的 一定要很专注 来得寂望 跟着古人的路 一不一华了寫好 端端端端端端 我一定要走那条路 船帝啟行草岩流勾桑 任何字体你都要写 很多人都是去波南街 体验社会的研放 多一些素材 多一些灵感 好了 演艺界很多人都经过 这档的字挺漂亮的 是不是你写 我说是 是我写的 喂 我们有道具那些 帮手写行不行 我说行不行 我有什么所谓 写一下的时候 不如片名后期 后期那些 片名你写完 你真是好东西 不同的场合 你都写得不同的字 给他 不如写完片名 你又可以 一路一路写 我人同志 碑豪 半生缘 一路写 一路写 写到现在 2046也好 一代宗司也好 整条古装街 没理由整条街都是你 一个人写完 招牌字 是否有不同的字款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字款 你都要写的 我们是为他人作家以上 那个年代 你是要低 低头走路 你要明白自己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既然选择了 这个是宝藏 你就要慢慢来挖滚 慢慢沉 沉得住气 做人 你不要顾眼前很短的利益 你顾到以后 你的诚信和责任心 总有回报 书法是修心仰性的 你写书法是锋芒内念 你会感觉到 你愿意学 你愿意觉得自己不足 除非你没有心寒 除非你是心怀鬼胎 靠这种东西 就是欺世道明 假如你真心正地沉下去 你会觉得自己 永远都越来越欠 天大地大 哇 汪洋大海 很瀟灑 第一 一定要端正 行气 一定要看下去 整条行气 一定很舒服 你不如写字 我最喜欢上紧下松 一个人 上身可以点一点 但脚长一点 后面漂亮一点 很瀟灑 很有品味 我现在主要是全城 因为好话没听 我都是很艰辛 一步一步走来的 都是慢慢地学 但我觉得我太漫长了 所以我就要将我所学的 就要尽快地教一些学生 让他们得到全城 一路全城下去 在整个地方 是更多的 如果有人有越来越来越多